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能听到我声音吗 ok great 好 我这边是 因为这是在许晓冬的他今天的社区帖里面发张照片 我看的挺有意思的 然后我就在推特上转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有必要聊一聊 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 很有意思 反正就是他们许晓冬的 许晓冬不是代言大达县 是吧 然后他就开了这样一个饭局 他们我估计是在苏州 我也不知道在哪 反正这一桌人都是挺重磅的 而且关键这桌人大部分都是被封杀的 被消音的 我当时在推特上讲 如果这拨人 咱们也别闲着 如果这拨人 如果这拨人没有被消音的话 这拨人的流量 我在推特上讲 就是他们的流量可能差不多是一个中国的人口了吧 这个当然夸张一点 就是我说流量不一定是粉丝了 粉丝可能没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观看量或者说怎么样 这个应该一个中国的人口应该没问题 十几亿应该没问题 对 我们待会儿讲的时候 我们会谈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 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些人我觉得也是挺不容易的 尤其许晓东也是 我觉得这里面许晓东应该是功劳挺大的 把这部人传到一块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等下 这个图里面 把我弄小一点 我还是放在这两个美女当中 但是我小一点 视频采集 双口采集 OK 从这边数 这是袁敦菲 袁敦菲的老婆 袁敦菲的老婆好像她也有一个油管号 我看了一下 这是嫉妒家庭生活的 还拍得挺有趣的 我记得看了一个 有一年父亲节 让袁敦菲带孩子 挺逗的 这个剪辑剪的就不错 挺逗的 然后我看到大家 有很多人看到袁敦菲下面的衣服 大家看 其实这个不是很清楚 这个衣服 我当时也是第一眼看到 这是南军旗 美国南北战争 邦联军的国旗 后来有一位我看得更真切 他不是邦联州的国旗 是邦联州的佐吉亚州的州旗 或者是州军旗 反正就是 这看起来 这个外套这是怎么定制的还是怎么回事 比较有劲 其实我个人也是 袁敦菲估计也是比较喜欢南北战争史 我个人也是特别的喜欢美国内战史 尤其是那一个比较政治不正确的南军这一块的战史 我觉得南军里面的英雄真是太多了 当然了 你按照现在来看 有的人是支持叙奴 但是你按照一个传统的 所谓武德的角度来看的话 南军里面真的是 我觉得南北战争有一点像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日本拍过那个最后的武士 我觉得南军里面有很多人 真的就像是贵族时代的最后的武士 这边代表人物其实蛮多的 有很多人说原谄文老部长得漂亮 这个角度拍的确实很漂亮 然后这儿有个比 不知道大家看没有 红颜色 这估计是电子烟 是吧 我看这个桌摆的挺有意思的 你看 这边有电子烟 他和徐晓东好像都在抽电子烟 然后这边一个大烟缸 这边就是贺卫东 然后梁洪达 这位我不认识 这位光头我不认识 但是贺卫东 梁洪达就是这边两包中华烟 好像抽烟的坐这边 不抽烟的坐这边 然后喝白酒的 大家可以看 这几位喝白酒的坐一边 这几位喝茶的 喝水的 喝茶的坐这边 挺有意思 然后一桌大闸蟹 咱们这个直播名字叫一桌大闸蟹 其实这一桌在我看来就是大闸蟹 这在座几位都是大闸蟹 这徐晓东就不用说了 往前 我在取这个图的时候把徐晓东上面微博的二维码给他截掉了 不好意思 实际上是因为不截掉太难看 反正大家自个儿去许晓东频道里面去看 他有很多二维码 要买大大蟹的话去找他买去 这位我不是很认识 这位我第一眼我还以为甚至染香的 我看着挺香的 我想不会 应该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这位我不认识 我刚才发了短信 我刚才发了微信给袁腾飞 我说这位谁 这几位都是有几位我不认识的 大家没回 看看回了没有 没回 然后陈旧石 陈旧石你看瘦的 比那个时候瘦好多了 原来还一年多以前那个时候 不管怎么说挺饱满的 是吧 这感觉这一下子就变成 从青年鲁迅变成了中年鲁迅了 然后瞧瞧 白酒还能喝一点 贺卫芳 我知道我的观众里面有很多人 对贺卫芳可能很有意见 觉得这个人 我不是很了解他对于美国政治的态度 他好像说是对于川普是有意见的 尤其是在美国大选以后 说川普是有意见的 但是我知道在后来Facebook推特 封杀川普的时候 有几个中国的原来的法 他是北大的法学院的 另外还有一项张千帆 是华中正法的 中国国内几个法学家 他们好像都不是太支持川普的 但是也都出来发了声了 觉得推特Facebook把川普给禁了 这是特别的不好 甚至比川普争议还要大 我觉得值得尊敬 至少贺卫芳那个时候 我在微博上我也follow过一阵日子 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没follow了 我不记得了 他的号好像在2017年的号没有了 我记得我在2015年16年左右 就不再follow贺卫芳了 可能那个时候我的思想起了转变 总之他也是2019年连微信号都没有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被封杀 梁洪达 老梁也是在大部分那个时候 2019年左右 那个时候他好像在蜻蜓FM还是什么的 就是中国国内的播客频道里面 是做挺好的 一下子收听 你好像是当时是台柱子 是蜻蜓FM的台柱子 十几亿的收听量 所以刚才我说了 这一桌人加起来的流量超过中国人口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位光头不是很认识 但是这位普志强我们都认识 普志强应该算是中国最著名的维权律师了 想到维权律师就是普志强 对了 这几位老梁 普志强 徐晓东跟陈就实就不用说了 袁敦飞 他们都是在油管上室友号的 我前两天还听了普志强的里面讲 就是傅政华那个事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讲 说普志强如果不是当初被傅政华搞掉的话 说不定普志强还能出来帮他做一下辩护律师 做一下他的辩护律师 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就是说 可能也不是 当然了 普志强也不一定能救他 只是说能够他这样的人出来给他代言 或者做律师什么的 或许还有一点上得了台面 但恰恰就是这个人被他自己整下去了 我看到有一位也很尖 普志强千年都不变的茶杯 茶壶都带着 这位女士 这位美女不知道是哪位 应该不会是普志强律师的太太 应该不会 反正就是这样 这一桌大闸蟹 这满满的一桌大闸蟹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今天我在推特上发了这个东西以后 看看春歌参戏 对 今天我在推特上发了这个照片以后 然后我在徐晓冬那里面回 我说这桌人加起来流量得超过中国人口 是谁来的 我忘了这是谁来的 也是以前我在微博上follow的一个大V 完了 名给忘了 我把人名给忘了 让我看一下 我把人名给忘了真是 直播都短一点 今天我不要动不动就三四十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的 咱们就直播短一点 我发现最近有很多的墙内的 以前都不肯出来表达内容或者传输的 现在越来越多了 刚才这几位 贺卫芳好像我没看到 好像贺卫芳是明确 我不知道是不是明确禁止在国外发表意见的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近年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我的推特还不是很熟 我用的不是很熟 这推特好烦 谁来着 王小山对了 王小山对了 传输了 现在越来越多了 等一下 把我放大一点 贺卫芳好像我没看到 好像贺卫芳是明确 我不知道是不是明确禁止在国外发表 王小山然后回了一个 他说啥来着 他说如果真的言论自由的话 这桌就没有啥流用了 不需要说话了 我个人不是很同一种说法 就是我懂他的意思 就是说真的言论自由了以后 这些为了争取言论自由的 或者说是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这里面都在争取言论自由的 但是至少那些争取言论自由的人 也就没有必要去说这个话了 自然也就没有流浪了 就像现在在西方世界里面 很多人对于言论自由太过于习以为常了 绝对没啥了不起 是吧 这个时候反而那些去捍卫言论自由的人 不但没有得到重视 会被视为异类 你说什么呢 你 这种能给他言论自由吗 是吧 就变成异类了 反而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 没有任何言论自由 那些捍卫言论自由的人越是封杀 反而大家越是 不知道怀念吧 其实也没啥怀念 这个东西你盖子岸的越时反弹的力度其实是越大 尤其是当你经济不行的时候 很多人对于言论自由太过于习以为 不过我倒是觉得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 如果说中国哪一天言论自由了 什么叫言论自由 没有得到重视 会被视为异类 可以就是没有网墙了 大家可以出来看油管 中国的网民都可以出来 来看到我的频道 看他所有这些人的频道 这些人他们也可以在油管上发频道 也可以在B站上发 这样算是言论自由 那么如果到那一天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流量依然会暴增 因为盖子屋的时间太长了 尤其是为什么要分杀他们的言论 就是因为你说不过他们 说白了就是 中共那点道就凭胡锡进那种道理 你能说得过这谁 是吧 你说不过他们 道理你摆不过他们 摊开来讲这是必输无疑 摊开来讲这个流量必然是这些人的 这些人受欢迎的 他是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的 不是什么煽动 靠什么煽动 靠什么投机取巧 花言巧语就可以的 他必然是有强大的理论基础也好 或者说魅力基础也好 就比如说就像现在罗翔 罗翔对 罗翔上B站一下子就变成B站第一位 就很短时间就变成B站第一位了 因为你只需要说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而且都能够自洽道理 然后再加以一些艺术手段 那必然你就火 中国其实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那天发生的话 他们会拿回他们应有的流量 会有一段时间 直到慢慢慢慢的 大家觉得你这个说的话 耳朵听出简直在那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足够的自由了 是吧 不再需要你这样子说这些话了 说不定到这一天他们的流量会慢慢下去 也有可能 但是我在王小山的回复里面 我回复了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说哪一天中国真的言论自由了 他们的流量怎么样我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 但是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流量肯定没有了 因为也就没有太多的人会来 没有那么多的人会专门翻墙出来听星期奶爸 对不对 现在不新鲜了吗 大家觉得我以前一直这个观点 大家可以作证 好几期节目里我都讲过 事无英雄遂令数字成名 我这样的人能够成名 能够被大家知道 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人被捂住嘴巴 不能说他们真正的有积累的 有积淀的 有真知灼见的 他们不能说 他们的流量怎么样 但是我未必只是在座所有这些人 但是我知道 像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不是 我是说真的有 中国国内是有一些人我是特别敬佩的 但是这些人要么就是 不但不能说连自己的生计都受影响 你知道吗 就是连弄口吃的都不行 然后或者只能隐姓埋名 就是减一点 我说的不好听 这叫减一点剩饭 其实本来可以站着吃饭的 落了最后只能减一点残根冷质等等这样子 所以到那一天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这些人都能够说话的话 那就也就没有我说话的份了 或者说我这个市场就会小很多 我只会专注于比如说海外华人的市场 还有一个是什么市场的 就是可以专注于监督这些孙子 就是监督这些孙子 我说人被打压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 翻身浓奴把歌唱以后 这帮孙子就变成了压迫者了 对吧 所以海外的华人 所以我们澳大利亚人 美国人 我们要做第一个 在本地把我们的自由民主吃透了 是吧 中国毕竟没搞过 你天知道搞的会怎么样 虽然台湾有样本 但是台湾那个玩意不能拿中国每个地区来比 所以我们关键 我们自己把本国的 我们自己祖国的这一套民主自由吃透了 然后去捍卫我们本国的民主自由 同时监督这帮孙子 不要再有一天把中国又搞成现在的 再出来一个习近平 出来一个啥啥啥啥的真是 对吧 所以海外的华人 好 这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也不早了 我这里睡觉了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稍等 中国毕竟没搞过 你天知道搞的会怎么样 虽然台湾有样本 但是台湾那个玩意不能拿中国每个地区来比 所以我们关键 等一下 看大家留言 本国的 我们自己祖国的这一套民主自由 谢谢 Louis 谢谢 Louis 谢谢打赏 您是加我会员了 那更好了 这位还在问陈秋实放了 陈秋实这个事 你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几天的一个直播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谢谢 Louis Louis不但加了我会员 而且还打赏了 其实这瓶啤酒没有那么贵 有回音吗 等一下 是不是 有回音吗 怎么回事 我听听看 谢谢 Louis 谢谢打赏 真的是有回音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有一个调音台 调音台可能刚才那个按钮给我碰着了 上去了 对 盯着我后背看的姐姐是袁腾飞老师的娇妻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她的号叫啥来着 我前两天还记得了呢 大家有谁记得吗 有谁记得在这个里面提醒一下 袁腾飞老师的娇妻 他的那个号叫啥来着 这油管号 我刚才这个回声还能听吗 别我说半天全是回声 感谢刘瑞 刘瑞 谢谢 感谢打赏 其实在座的各位 我刚才讲了 在座的各位 其实大家的观点是各不一样的 并不是说大家都是一个树上的蚂蚱 但是并不是说这个蚂蚱都停在一个支上 可能个人跟个人的观点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我之前也做过节目 袁老师有东西我不同意 直到现在我都不同意 在吴亦凡这个事情上 直到现在我都不同意 虽然说徐晓东说他内部有朋友 说吴亦凡这个幼女这个事坐实了 但是 两点 第一点 中国的法治环境 我们已经讲了 这玩意坐实 坐实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知道 虽然这是内部消息 但我不知道 第二个 在儿童这个方面 我知道这个是非常敏感的一点 其实如果说三四年以前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在儿童信心或者恋童这个方面 是我 我不能让大家误解了 我是能打个引号 是我最喜欢的话题 就是我最经常会去深入探讨的话题 但是这个话题因为它特别敏感 所以我会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以前在Clubhouse里面曾经聊过两次 我对于恋童癖这方面的看法 你想我自己有孩子 凡是有孩子的人听到这三个词 心里都吓出汗来了 你知道吧 所以当然是 而且关键是这个话题 它能够体现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它太 几乎这个世界上 我找不到一个比这更敏感的话题了 所以这个事我们以后再讲 吴亦凡那个事一旦出来了以后 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去讲这个话题 我看看有谁记得了吗 就是对叫巴顿妈妈 对巴顿妈妈 巴就是789的巴 顿就是顿吗 我说这是袁老师的儿子的名字吗 袁老师给儿子起叫巴顿 袁巴顿是吗 可以 黑帽子我不知道 我前面还给徐晓东的一个微信号发了问的 说其他几位说是谁 这几位戴黑帽子这位美女 然后这位光头兄 我都还对面这个美女 正对面的美女 就是我正后面这个美女 我真不认识 冬哥旁边的是什么 耿肖南吗 我看一下 你说这名我听起来我熟 但是我真的 人是什么 应该不是 还看样子差远了 耿肖南 对 我谷歌一下我看就知道了 您只认识袁腾飞 徐晓东和陈秋迟是吧 其他几位我跟你说 这几位比他们牌只有大没有小的 只有大没有小的 尤其是贺卫芳 贺卫芳虽然说当时微博 他消耗的时候微博只有200万好像是 不是很大的 但是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哎哎哎哎 大家你们好 好的 我看一下大家回来聊文庆 我们就结束了 我觉得挺期待的 我觉得挺期待的 至少这一桌人能够在一起吃饭了 能够公开的亮相了 我个人觉得挺期待的 后面这桌是大家去徐晓东的那个啥 看完了 喝了酒以后开始糊涂了 据徐晓东的油管频道 他里面有他的社区帖里面有贴的 就是他可能前两天请大家吃大闸蟹的 然后开了一桌饭局 国宝大哥在给他们照相 OK 最后说一下 大闸蟹这个问题 我出生的那个地方是有螃蟹的 螃蟹是我们那的特产之一 然后我们那儿到上海也不远 或者到苏州也不远 所以阳城湖大闸蟹 好吃是很好吃 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吃螃蟹 不是因为我觉得螃蟹味不好 而是我个人 这是我个人 可能又有很多人要说我那个白左什么黄左了 我个人对于螃蟹的 尤其是大闸蟹的烹饪方式 我不是很喜欢 前两天还有人告诉我说 悉尼的鱼饰 现在开始卖大闸蟹了 我说真的吗 不会吧 而且我说卖活的吗 卖活的 真的吗 卖活的 因为澳大利亚你知道吗 对于海鲜这类东西的屠宰是有要求的 比如说龙虾 你必须把龙虾敲晕了 然后再下去把龙虾切开 或者怎么样子 以前就有一个厨师 是因为没敲晕 然后被人逮住了 然后就罚得挺重的 然后大闸蟹这样的烹饪方式 是把大闸蟹放在烧开的蒸锅里面 然后就活生生的蒸死 按照我个人理解 悉尼应该不允许卖活的东西出去 没有处理过的活的东西出去 如果说你在现场拿这个蒸锅 把大闸蟹的 好好好 我估计这个鱼饰基本就给端了 所以我觉得也挺奇妙的 但是我个人对于这个烹饪方式 实在是我觉得很反感 我很反感这样的烹饪方式 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 其实每一年到大闸蟹的时间 或者是有人送 或者是大家送来送去 或者什么样子 会有大闸蟹 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特别难受 包括老婆孩子要吃 或者有的时候 我得帮忙去刷蟹 或者怎么样 我都觉得特别难受 就是活的放在里面蒸 我不是在那个什么 就是我不反对 同样就像吃狗肉这个事情一样的 我个人 虽然对吃狗肉 对于活蒸大闸蟹的 我个人是非常反感的 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权利这么说 我也没有权利阻止别人去吃蟹 是吧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大家不用考虑我这句话 如果想去订大闸蟹的到许晓东的不管是他的推特 还是油管频道去看 扫二维码 反正我也不想吃 所以大家可以自辩 我喝啤酒不是第一回了 之前就有过一次 我这是一口啤酒就可以红成这样 一瓶也是红成这样 五瓶也是这样 行了 咱们就这样吧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做最坏的 我以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咱们做 咱们做最坏的打算 然后抱最大的希望 好